李先生 衣服取回来了 谢了 是送给客户了吗 不是 我之前弄脏了一个朋友的衣服 说话要还给他的 李先生 我发现你最音效的次数变多了 有吗 不 准确说是你以前几乎没笑过 微笑也是一种伪装 不是吗 对对对对 您说得特别有道理 音搜啊 音搜 你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心思 放在我给你安排的事情上 没事可干了吗 那我现在就去忙 等等 去把苏协议给我叫过来 好 我就笑 进 李先生 您找我 作为我的个人助理呢 有一些我的个人习惯 有必要告诉你 我呢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我希望你以后上班了 可以先来帮我把办公室打扫 你看啊 这桌子也没擦 杯盖上也都是灰 这可不行吗 我希望苏小姐以后 可以给我一个 窗明几近的工作环境 对不起 李先生 这些事我会让保洁阿姨来做 但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可以不用做这些 帮我泡杯咖啡可以吗 李先生 对不起 我会做好我分内的工作 但分外的是 要看时间也要看心情 苏雪叶 我希望您可以端正你的态度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不是你家 我是你的老板 和老板说话 请注意你的措辞 D先生 您这里的工作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是整个欧曼的心脏 我作为新人自立尚弃 怕是不能够胜任 所以我还是回总裁办 和前妹们好好历练历练吧 好 苏雪叶 你昨天怎么说的 你说你要努力工作 争取留下来 是啊 我是说我会努力留在欧曼 但我没有说一定要留在 那些是您身边啊 行 很好 好 我就喜欢有自知之明的人 委人力资源部吗 苏雪叶不适合做我的处理 从今天开始 我这里 不需要他 谢谢李总成全 那我先出去了 我问你个苏雪叶 我问你个苏雪叶 喂 初初 我回来了 辛苦你了 两个月没见 你一去辛苦就完了 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那要怎么才算有诚意呢 你在办公室等我就行 我马上到公司 好 我等你 周总 您现在回家吗 直接去欧曼 好的 谢谢 我们欢迎师总 凯旋归来 谢谢 你现在可是我们欧曼的大功臣了 本来呢集团定下的目标 是一共要拿下 五家五星级酒店的合作代理权 但是师总呢一口气就拿下了八家 而且都是当地顶级的旅游酒店呢 这也是集团信任务 给予了很多支持跟帮助 我才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我们欧曼的国际化进程 一定能够早日达成啊 感谢各位领导信任 不过相比起市场部 我更想多留在本地陪陪家人 说得好 家人当然是最重要的 对了 施行长的身体怎么样了 很久没见他了 我父亲身体很好 劳您挂娘了 好 走凉了 你看 今天给你庆功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怎么能不在呢 他说会在办公室等我的 这样啊 霍董 现在毕竟上班时间 咱们一切从简 还是让大家尽快回去工作吧 好好好 今天你是主角嘛 你说了算 大家各自去忙吧 好 好 董事长 你就是昨天去找泽良 签文件的那个助理吧 是我 您记性可真好 好 那么晚了 泽良还要叫你去工作 好 难得他在工作上这么用心哪 是我 是我刚来经验不足 白天的工作有疏忽 所以晚上才不得不去打扰李总 我那个外甥呢 他的家 就像女孩子的闺房一样 从来都不让外人进的 不过昨天他竟然让你进去了 看来他带你很特别啊 是我刚来还不懂规矩 看来是我冒昧了 以后一定注意 苏小姐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到我手下工作 什么 我是觉得呢 难得你这么认真 负责 我很 欣赏你 嗯 董事长可真会开玩笑 我还是一个新人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需要历练历练 我那边工作还有点事 我就先回去了 楚楚 你到了 你去哪儿了 不是说好了在办公室等我的吗 我去看了眼白书 对不起 楚楚大小姐 没能参加你的欢迎仪式 行了 我跟你这么多年朋友了 我要是跟你较真的话 早就被你气死了 对了 给你带的礼物 瑞士特产 独一份啊 行 谢了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不用每次都给我带纪念品 那我也跟你说过 不管哪个国家跟城市 只要我去给 就一定会带礼物给你的 确实啊 你说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你每次都没拉下 答应过你的事 我肯定是想做到最好的 敏玥 你在这儿干嘛呢 血液 你来得正好 这是施总最爱喝的伯爵茶 奶和糖我已经加好了 送进去吧 为什么 给两位大伙送茶水 多好的机会呀 拿着 这么好的机会 你让给我 我刚才看到丽总进去的时候 脸色特别臭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让我去 你不是丽总的特助吗 这便宜我送你了 我已经不干了 人力资源还没批呢 给 拿着 给 去吧 加油 丽总 施总好 总裁办招新人了 我是丽总的临时特助 是前临时特助 苏小姐 我们一共共事就不到两天 请注意你的措辞 好的 行了 你出去吧 我只是想给领导倒杯茶而已 我已经不是你的领导了 我说的是施总 好 施总 你好 我叫苏写逸 刚才总裁办入职不久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谢谢施总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出去了 你们聊 好 好 一个刚入职的员工而已 哪里惹到你了 全部 你什么时候 学会说赌气的话了 好 好 好 你慢慢喝 你快点回来 好 说吧 什么事 那个谢明昊回来了 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是吗 太好了 您要跟他见一面吗 当然要见 但凡是我父亲去世前接触过的人 我都要见一见 什么时候见 现在 好